嗨,选择权策略让我们即使在股价不改变的时候也能获利 今天我们分享两种中性交易 Iron Condor跟Iron Butterfly的差别 以及我们喜欢哪一个 如果喜欢听我分享美股投资教学 请帮我的影片按赞分享并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 今天分享的重点有五个 1.Iron Condor是什么 2.Iron Butterfly是什么 3.Iron Condor和Iron Butterfly的差别 4.如何挑选好赚的Iron Condor 5.现在最佳的Iron Condor机会 Iron Condor是一种期权交易策略 趁股票波动比较少的时候获利 它是一种相对保守的策略 因为它同时买入和卖出看涨和看跌期权 是一个有限风险和有限获利的中性交易 交易Iron Condor时 我们要买入一个较低的PUT期权 这个合约会在股价大幅下跌时提供保护 卖出一个较高的PUT期权 获得权利金收入 再买入一个较高的Core期权 这个合约会在股价大幅上涨时提供保护 再卖出一个较低的Core期权 获得权利金收入 Iron Butterfly是一种中性的期权交易策略 它从股价在一个相对狭窄的区间内波动中获利 交易Iron Butterfly时 我们要卖出一个价评ATM Code 获得权利金收入 当股票价格大幅上涨时 这个期权会被执行 以低于市场价格卖股票 卖出一个价评ATM Put 获得权利金收入 当股票价格大幅下跌时 这个期权会被执行 以高于市场价格买出标的资产 买入一个价外OTM Code 用来对冲部分卖Core的风险 再买一个价外OTM Put 用来对冲部分卖Put期权的风险 Iron Condor和Iron Butterfly组合 都是选择权交易中较常见的中性策略 虽然它们在结构上伤势 但有一些关键的区别 Iron Condor卖价外OTM的选择权 行权价离市价较远 获利的几率较高 Iron Butterfly进场时 卖出两个价评合约 所以最大获利比较高 但是随着股价波动 永远都有一个卖出的合约是价内 所以一定要在合约截止前 Buy to close 否则就会被履约 反观Iron Condor交易 只要股价不超过任何一个合约价 我们可以慢慢等待合约贬值 在截止日时 价值归零 所以Iron Condor投资人不需要太频繁的调整交易 虽然两种策略都在股价不动的时候可以获利 但是Iron Condor的获利区间比较大 即使股价波动稍微多一点 也能获利 所以我们通常爱交易Iron Condor 多于Iron Butterfly 我们能用选择权分析器 找到高几率获利的中性交易机会 为了给θ足够的时间衰减 我们将筛选下个月30天以后截止的期权 选择IV percentile至少67%以上的标的 这意味着股票的隐含波动率 高于过去一年大部分的时间 未来有较高几率IV会收敛 进而带动Vega的衰减 为了避免选择权价格受到财报影响 产生剧烈波动 我们将筛选距离财报发布日超过30天的股票 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标的中 我们将进一步根据Iron Condor的报酬率ROC 进行排序 以找出潜在最高投资报酬率的中性交易机会 我们用Iron Condor ROC排序 就能找到现在风险较低投资报酬率最高的20Delta Iron Condors 现在投资报酬率最高风险相对低的Iron Condor 是Tesla 只要现在卖20Delta的Iron Condor 就是在190元卖10月18号到期的Put 在185元买10月18日到期的Put 然后在280元卖10月18号到期的Call 然后在285元买10月18日到期的Call 总共花费335元的购买力 只要Tesla股价在合约截止前 波动不超过卖Put或卖Call的合约价 这个交易有机会获利最高49% 跟Iron Butterfly比较起来 我们喜欢Iron Condor较高的获利区间 以及比较不常需要调整 你也可以考虑用期权分析器 找到低风险高报酬的中性交易